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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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种感动感恩 那就是我们的活性 因为它触动到我们的悲心 触动到我们的佛性 所以各位呢 当你接触到你的佛性那种感动 流下的眼泪 那是一种欢喜 那不是一种悲伤 所以那是一种了解你对对方的疼爱 那就是呢 感谢对方对我们的疼爱 那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 永远放在心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放在心里面呢 我们就将佛教变成一种的利用 有很多人利用 众生的感动 你要超度老母哦 你要消费口哦 这支牌子要一千块哦 这样可能没有了 这样佛教就上海去啦 这个人 老母 我刚出家那时啊 我记得你行春啊 有一个亲家 老伯王姓啊 特别有台北卡电话给我 叫我去给他做点 有问说 不然叫很多人来拜 拜什么慘 我说这也不错哦 你很友好 叫我电话卡开 拜慘要五万哦 那时候不是感动 那时候是生气啦 怎么会这样 那我们自己的父母 你既然是收乡 那是出家 那怎么可以利用佛教呢 利用别人的这种的感恩 如果这样呢 这个父教就消费了 所以我刚才的意思是说 我们部分在家出家 我们永远 对受苦的众生 有这种的感恩感动 那时候呢 其实我刚才看那孩子在笑 那不是在笑 那是要靠 拍摄靠用笑的隔 那种的感动 那时候哪有可能说 收钱哦 老母这杯茶一清来 所以这一杯五百哦 那这样呢 老母就苦了 那这样老母的笑读 不可能笑读 去就去死了 笑读 所以各位同样 我们去给他们做念 部分在家出家 不管你还有什么 我们去给他们做念 我们办法会 什么百位 什么小才 这都是一种感恩 感动啊 因为了解对我老母 这种的感恩 了解中心 都是我的老婆老母 所以我要替他小才 我要替他拔他 这是我欢喜感觉的 这里面 没有金钱的代价 就像刚才一个菩萨 我在那看 看到 我也在老婆 因为我也有老母 想到过去生老母 过去生老母 现在不知道快乐吗 这是一定的啊 这是我们人本来的本性啊 就有一个小朋友拿一包红包 师傅你辛苦了感恩 我还要把他拔在口 哎呦 这些可能是我们儿子 我们老婆啊 有没有辛苦 有一点辛苦 那是很有意义哦 所以各位做妈妈 小孩子啊 小孩子啊 有辛苦吗 有哦 辛苦啊 但是辛苦很辛苦 因为希望他好嘛 希望他好 所以我跟老母的口 那是对怀孕 你现在把他拔一杯 他就想到 对怀孕到现在 那我们老婆说 铁铁铁铁铁铁铁 铁铁铁铁铁铁铁 老父,那是孕婉的 哎呀,世間的感情,那是無奈的 那是無法度的事 所以,但是他對老父,孕婉不會改變 所以世間的老母還會改變 但是我們對老父那種的感恩不會改變 所以,要怎麼將親情變成主婢 世間的感情無法度,世間的感情是祖書的 這裏面就有緣分在那裏面 這裏面無法度變成主婢 這裏面不需要記憶 但是親情,那是無緣分的 那種就算嚇到老母也疼 那這種有法度發展主婢 那所以呢,所謂主婢就是 不分我們在家出家,我們去跟我們照顱 我們看對方艱苦,我們開心給他回鄉 那是對女生的感恩感動 那種的感恩感動,墨塞感在這裏面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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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所以有這種主婢的髮髮 主婢的聲音 所以甚至是,剛才我們聽師儀先生那種 那種叫不哭,那種顫抖的聲音 那就燉不掉了 其實我們吹,吹酒,有那種的感動 所以我想感謝我們暫提法師安排這個 在這個感恩的時刻,讓我們設定要怎麼受傷 我們受傷就是,補齊那種對待老母,對待親生兒子 那種的心態 那以這種的心態,來念佛 念經講經,來奉行,來奉行,來點香 那這樣呢,很主婢 所以上面有很多這個世間的團體 那麽在批評方針,他們就叫我去 叫我去,我發現他們當中準備那些資料 一人一攤大攤 那種學術資料啊,反對生態 我去,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想說,你怎麼說也說不定 因為他有太多的資料準備 反對,反對你放生 但是那時候我只想到一點 哎呀,這台人準備那些資料 他們輸了一點 因為他們對那台動物沒有自閉心 沒有感動、感恩 因為就是說,這種可以救 那種的你不可以救 他沒有了解說,你救一千隻 就算是999隻也輸了四眼 也有直接換 如果呢,一隻,你就要跟祖董 你都不能放心,連一隻就不會換 另外九百九十幾隻也是萬分 共傷害理事的 他們就是缺乏這個感動 所以一個知識分子 討厭他們一個姓 包括出嫁人 反對裡面也有出嫁人 第四分主 學者 官員 他們幾台坐在那裡 我呢,我坐在那裡 我好像一個被宣判,判死刑的 他們大家都說,這個不對 不對 要叫你來解說一下 丁丁 但是我那個時候 我就想一想 我講再多話都沒有用 因為呢 沒有辦法得到他們的慈悲心感動 再講下去呢 就是傷害 所以如果我去跟他們辯論 他們的口才比我們好 而且呢,他不用羞忍辱 可以一針見血的 哎呀,講你哪裡有錯 因為你辦任何一場活動 總有一兩點疏失啊 對不對 你養了整個護身員 總有一兩隻小雞 這樣死亡啊 你沒有辦法跟他回答啊 因為這個五濁二世 沒有一件事情可以圓滿啊 這本來就是這樣啊 沒有辦法啊 所以你怎麼回答 他們從負面去看問題 我們從正面去看問題 那不敢啊 負面的是不慈悲啊 正面的是慈悲啊 所以我怎麼回答 沒有辦法回答 但是後來一頂愛我共啊 我給他們講啊 我說啊 因為啦 對我是一個佛教徒來說 就怕一隻毒蛇 就怕一隻咬死人的鯊魚 都是我的母親 我必須對牠離苦得樂 產生一種自私也好 我一定要牠快樂 我沒有一個任何理由說 按照你們學術界的生態來講 本土種的外來種的 如何如何 以這樣把這個悲心拿離開 來看這種 這個是不是要沾逃 這個是不是不用沾逃 沒有辦法去講這種話 所以我只能站在一個這樣子的情況 也祈求在座的大眾啊 各位知識分子 各位生態專家 各位官員啊 也請你對這些可憐的一個生命 生起一個悲心 讓他有一點點 那是一天活命的機會 事實上我們放生 就是要給一個生命有活命的機會 一個得到三寶歸一的機會 一個減低痛苦的機會 哪怕放錯了 就像有人批評 用淡水的放在海水 用海水的放在淡水 雖然我們很愚痴啊 但是我們這個動機啊 還是慈悲的 那隻雞就算我們海水把它放在淡水 他也不會溫痰的 對不對 我們今天優好老母 香一杯 冰的讓老母涼著 不知道老母哪有在痛 老母也喝下去 為什麼因為老母說 這小子香啦 這很好喝的啊 喝下去哪有痛 老母也要喝下去 他也要感謝你啊 他不會溫痰你啊 所以我說 諸位大德 我不可能同意 你們各種方法 但是我了解 這個是社會的現實現象 我們沒辦法 就像我沒辦法請求你們吃素一樣 我跟他們學生 我要問問問 請問我們學者 有沒有哪一個吃素 當然也沒有 不然你們怎麼反對 這些學術分子 調查餘類調查污秘 都不是吃素的 如果你會吃素 你就有平等心 你怎麼可能批評反對 人家在放生救命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個國家壞的人 他去台中的人 要把他砍頭 他老母也要去看一看 把他撲一下 靠一下 因為老母怕過壞 老母也是不敢 所以我想 我們這個社會 慢慢失去了慈悲心 這個就是社會跟佛教的危機啊 所以這個社會 地點火災 災難 還有更多 都還可以補救 但是我們 生而為人 而沒有了慈悲心 那是最危險的時候 所以希望大家 多多的孝順父母 所以各位我們中國人 不管你老爸老母 在世不在世 你家裡一定要 騎這支白尾 白尾翁星的白尾祖神 每天要像今天這樣 整個風蝶 風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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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老母親吻一樣 你要一直 修這個慈悲心 就像我爸爸往生了 我媽媽還在 我現在調整了 我爸爸 翁星 可能在天上 老母又多 但是供養的方法 有一點不一樣 供養的方法 爸爸又用回向的 媽媽用實際的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感受感動 永遠要放在我心裡 如果沒有放在我心裡 那我對別人 也做不到這個狀況 這個叫保持正念 慈悲喜捨 這叫我主彼心 像我們剛才看 頭上的 你看 戰身笑得這樣 他們老母哭得這樣 對不對 戰身是在 一拍攝烤酒用笑的 對不對 看老母在烤 老母洗乾淨這樣 疼命 疼我疼命 所以疼命 所以我還要更加受興 所以 但是 不是只有對自己老母這樣 每一個老母都也是這樣 要怎樣 要怎樣給他快樂 所以 這個就是 維系佛教 特別是大乘佛教 的這種精神 母愛與慈悲 所以 這個請各位要拉回 因為 很多人 已經有達成 但是他不會 不需要疏擁感情 聽到我這句話 不需要疏擁感情 有的人水性洋花 有的人貪財好色 他認為這種 我去追求男女的愛情 好像我生命很快樂 很感動 這個就是 他弄錯了 他不了解佛法 因為這樣自己也痛苦 別人也痛苦 所以我們要懂得 要怎樣去修擁感情 就是保留這種感恩感動 這個叫什麼 來 母子關係 所以我們跟眾生都變 母子關係 那種的感恩 疼痛 那種無法控制自己的心態 自動流淚 就是希望對方快樂一點點 老母手勾的喔 健康喔 所以我想 我們超度眾生要利用這個喔 你要 你要將眾生動作 老爸老母 讓他這樣感動 唉唷 這個人這樣 悔傷給我的時候 看到我的白雲那時候 那種的不溫 那種的疼痛 那種唱就讓我們感動了 那種語也讓我們感動了 那個願心製作 也讓我們感動了 那因為這種感動 他就放下 那個時候 髮水 你把阿彌陀佛念大悲咒 就可以入他的心 而入他的心呢 他就到極樂世界 各位 那極樂世界的蠢度啊 極樂世界不是沒感情啊 充滿了24小時 分分秒秒的感動感恩啊 那邊都是比老母 還有一台百千萬倍的 這台不退婆山 每天都在看婚 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體悟空性 什麼叫空性 無分別的對眾生的愛 所以 因為有這種的感動 無分別的 無不退轉的對眾生的愛 跟離苦得樂的方法 那 在這裡 我終於有能力了 回向娑婆 度眾生 所以回到這個世間 來愛眾生了 但是 站在世間 愛眾生 是以老母做起點 以愛老伯愛老母 這種的循環 來愛給眾生 所以你看看 世教無離婚 他比我們更高興 他出生七天 他老母就死了 所以他一直在思維的母親的種種 從他的繼母身上 去思維生母的種種 雖然對他是一個缺憾 但是他永遠的感恩 他要聽到他的老伯 講述他媽媽 懷孕他的過程 生下來的過程 他媽媽 全國老百姓 對他媽媽的尊敬 摩耶夫人 所以他內心 更是對他媽媽的 我這種感恩感動 真想見到他的母親 就像不見年 出家正在阿樂汗 第一個想要見的 他的老母 現在翁姓 在什麼地方 這樣 結果看到他的老母的收口 所以第一件要做的事 趕緊去討他的老母 才有餘蘭盆法會的開始 所以各位呢 希望我們今天這種感動感恩 讓你永遠拿來帶人處事 面對世界 面對眾生 用不餓法門 沒有分別的 不餓法門 你叫你老母去 說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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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會想去 不會去 你會去想耶 結果 我也看見出家人 他們到底說不去 那叫他把他打下去 看那邊的 沒有滋滴 跟麵的時候 眼睛變三個形 哇 這個好凶悍啊 這哪有這個樣子啊 所以我去我老母打架 我去我老母打架一邊 老母 我就拿著頭 對方給我 我一時生氣 我這個好處 我從小孩子 我就不喜歡生氣 我知道忍 因為我看我媽媽都忍 所以我們都學習忍 有時候我們會 會跟老母說 你不要忍老爸忍一句話 因為我爸爸在念念念 罵罵罵 我媽媽都忍 問題的小孩子看 就是要忍 但是那個忍 會覺得有點不服氣 媽媽你為什麼不頂嘴啊 也不會怎麼樣啊 然後呢 爸爸你怎麼罵那麼大聲呢 但是我學習到這個 所以有一次被同學欺負 莫名其妙 兩個同學來欺負我 那我也是點點啊 好在沒打我 罵他罵 然後兩個就離開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 喔 好像欺人太甚 我根本沒有做錯什麼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欺負 那時候還是有情緒啊 頭腳靠著一個腳頭 發洩一下 由天空斬去 我怎麼會知道 他站在那邊 請問又斬得到 又在他的頭上 這個叫念力不可思議 我哪裡知道 他走哪一個方向 對不對 那就不去啊 那我只是想一想 不高興的 然後 等他在頭上 這次大條啊 我也不知道 回家以後 他媽媽帶他孫來 頭上去 跟他媽媽說 你怎麼搞的 哎呀 我那時候還滿腹委屈 怎麼有這種事情呢 我媽媽更難過 我老婆說 我對他小孩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老婆做給你看 你竟然拿著 怎麼搞的 我沒辦法改歲 我真的沒辦法改歲 然後我媽媽就拿著竹子啊 抱著我的 弟弟那時候 我弟弟好像出生了 然後你靠這樣 這樣給你打 老婆要給你 會記的喔 永遠不能去 上海拔老 這樣放棄符 你也要喝 我當然也會記的 我心裡面很莫名其妙 但是 我永遠也記住 你看 這個 所以我從小就有思想 我就去想 為什麼 為什麼 全天下 我青菜担了 担到他的頭 因為 我在恨他 所以那個酒頭 就要落在他頭上 很準 所以那時候 我也沒有跟我媽媽解釋 我心裡只會告訴我 我從今天開始 但不要恨人 因為恨人 對方就會受苦 你今天罵一句話 雖然他不在你面前 對方就困不去 因為你罵他 那個力量很大的 所以 我想各位在這一點 我們了解這個獨立 那我們只能告訴自己 內心 所以已經求去了解 來 心中沒有恨 才是最美的心 對啦 那如何沒有恨 就是因為你沒有愛 沒有貪愛就沒有恨 了解嗎 如果只有母子的慈悲 孝順啊 感恩啊 我想不會造成恨 那是世間的 朋友關係 感情的 就會造成恨 所以恨來自於愛 愛來自於無名 執著 執著 要執著那個 那有這個魚吃 就會貪愛 就會恨 那就會痛苦 那痛苦 傷害到別人 傷害到別人 所以我想 像各位這樣 母子的 你看看這世人很愛 那父親怎麼說 丁世人 萬修人 這世人才會變愛 這樣了解嗎 冤親平等 這世人你同愛 是你過去是會 欠於感情同桌的 那各位 那既然了解你 所以我今天用慈悲 就可以超越 生生世世的冤冤恨恨 永恨不變 不能因為我今天感恩你 愛你 然後我哪一天會恨你 那這樣就不究竟了 所以各位要抓住那個感覺 一起念佛 既然你決定了 我要永恆的慈悲 永恆的不恨 永恆的不愛染眾生 因為你愛染眾生就會恨眾生 就不能慈悲眾生 所以你要做決定 所以剛剛我很感動啊 我在想說 我是想到我老婆嗎 也不是 我老婆現在過了不錯 很難受啊 因為我出家啦 我們很多菩薩 昨天前天我們幾位女眾 法師慈悲 還代替我去跟我們老婆優好 我老婆說 不好意思啊 我告訴我 沒關係啦 你就當作老婆給她優好吧 沒關係啦 我們讓她修好佛啦 我老婆有時候問我 要拿紅包給我 要照顧啦 要照顧啦 要照顧公益啦 我給你來做公益啦 她說 我怎麼會好小的顧 我又沒出家了 沒辦法啊 因為你兒子孫婦啊 你變孫婦啊 你要喝啦 要做風休嘛 要嫁一下 OK 但是她覺得不好意思啊 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啦 不然你都要殺來殺去 是嫁麻煩的啊 對不對 反正 你也沒有貪財的動機啊 你也知道這個錢 要幫她做好事啊 這樣就好了 因為她對你的尊敬 是來自於對我的尊敬啊 所以 這個 沒有關係 那對我的尊敬 是來自於對佛法的尊敬啊 因為 你生的兒子 現在在實戰不犯 在出嫁啊 所以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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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離開你 你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 這孩子這樣不友好 還要出嫁 你會覺得有點亂談 因為你不了解佛法的意義了 現在我出嫁二十幾年了 慢慢你了解 我想要出嫁 老母 你要將你 會對你的友好 去對別人 不然我不用去友好別人 就是對別母的友好去友好別人 我是在練習這個啊 練習我看到 將別人都當作自己的老母 我先注意到這個問問老母 老母啊 我將別人當作你這樣 頂好你會不會拒絕 他說不會這樣就好了 世間的愛的拒絕 你對你太太好 你對別人的女婦也好 你做太太就嫉妒了 對不對 老婆不會 老婆老母都說 不會啊 你如果我做這樣 算你厲害了 對不對 你要把眾生當父母來孝順 而且這個是什麼 來 戒律 這叫做概論 那你不能犯戒 你不能捨棄對方 你不能利用慈悲 來磨取個人的利益知名度 如何如何 這不行的 所以我呢 特別講是因為 為了幫助佛教 我們能夠真實幫助佛教 這才是報復母恩 這也是報三保恩 那為了保護佛教 希望我們的佛教呢 雖然我們做的 有時候聲音太大 人家抗議 放生人家抗議 冤共人家抗議 但是我們呢 可以理解了 可以理解 我們不是故意 因為你不了解 如果你了解 拜託你燒得大 所以 但是我們為這個 不能 起心動念 但是 不能故意去傷害佛教 為了滿足自己的一點點利益 而去利用對方 那不行 所以這樣我特別講的意思是說 不分在家出家 對方的工庫 我們去做念 我們去念經 辦佛書 參加佛會的頂頂 都不要有利用佛教 利用眾生 得到自己的道場的金錢 和個人的金錢 因為這樣傷害佛教 如果佛教呢 都是慈悲的 而讓對方感動到 好像是 你把我對待 好像媽媽 或是兒子一樣 他都不要來參加佛會 那他可以從這裡面 聽聞佛法 如果是如此 因為我為什麼要特別講 高雄很要緊的 高雄是全台灣 佛體超正統的地方 高雄也可以說 佛教 比較單純的地方 因為我經常在台北啊 所以 各位在想 台北好像很進步 台北市 但是很現實喔 我跟你說 第四分組很多 工庚 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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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到香港 你就可以感受 什麼叫台北佛教了 香港這種現實的生活 這種追求物欲的生活 然後已經跟人跟人之間 已經好像沒有那個感覺了 進到寺廟 那種金錢地位 坐頭金坐後面 那種很厲害的 所以我一直 沒辦法 我到香港 就趕快去放生 做嚴共 那種大法會叫我去喔 我都盡量不參加 那時候 逼得沒辦法這麼去 站頭金也會唸 站後面也會唸 站後面也會唸 喔這位是大和尚 喔這位是某某會長 那個氣氛不單純 但是各位 我們今天這個學會 到那個怪怪的氣氛 比較沒有 好像沒有那種說 像有錢比較後面 沒有那種 那種屬於那種分別心 真的沒有 但是如果你到那個上流社會 喔這就很嚴重了 很嚴重 甚至有時候參加大法會 法師請對號坐 趕快去看 海淘法師在哪裡 今天坐不住 坐不住 海啊 在頭金有的在後面 我就看到很多法師臉色變 我應該坐第一排 人家變 你在最後面 他臉就變了 為什麼我在後面 坐頭金 坐頭金 然後每個人都在那種 分別心的狀態 我來講說 喔極樂世界多平等 對不對 沒有那種現象 講的是慈悲心 講的是智慧 所以佛陀說 他不是領導人 他只是一個道德圓滿的感化者 但是提伯達多 他有強烈我質 喔我也要成為佛陀這樣 被尊敬 但是他那一種是沒有達到那個真實的修行 想要攀圓 所以下無間地獄了 所以我想佛陀的地位 是不用真的 對不對 不能去爭取 因為那是自然的狀態 所以我想各位在修學佛法 要恢復自然 什麼是自然 像剛才我們對老母 這只有讀書 沒有讀書 當時對我們不是當時對我們沒有關係 那個時候是自然的感動 了解嗎 自然的 沒有勉強 當然我就看一個比較勉強的說 那他們孫叫他們老爸拔 你去拜阿嬤他們孫就沒辦法 阿嬤你拜就好 叫我拜 阿嬤你給他強帝叫我強 那是因為他們老爸 愛他們的孫 你也要學友好一下 你現在這個孫 你拿一個電動手機就很友好 但是老爸的用心 阿嬤的愛心 也要接受他強勇 不然他一副無奈的樣子 阿嬤 所以我想 這點 我想我們討人家的復竟阿 做那麼多復習阿 包括奉生死死阿 你要抓住這個感覺 喔 一隻牙也我們老母 一隻魚也我們老母 一隻人也我們老母 好人壞的人都我們老爸老母 也是都我們親世兒 所以各位 做家老母的人 做家人怕你死歲的人 那是我們的生命很好的經驗 我們要利用這個經驗來對待 曾經有一個人說 阿我對小孩就孤立了 阿你不是很幸福 孤立是你自己的五針 你那種白人都動在北部 你就不是孤立了 那看你要怎麼做 阿你不能說 我又沒有得到母愛 所以我不懂得愛人 哪裡 你養一隻小狗都這麼愛 阿你人只要能願意付出 圓滿的付出 但是就沒有問題阿 所以我想人都會好的一面 但是要怎麼修用愛 你要修行 因為世俗的愛 還有一個黏著 要怎麼用這個愛 純潔化 像肚子的水不能拿起來 亂喝 要給它淨化 還有一個罐子 一罐就賣三十塊 你如果吃阿爾伯斯山呢 一百塊 法國的 對 因為 我有裝在瓶子裡面的 這麼乾淨的水 所以各位要把內心的 這種所有的起心動念 把它訓練好 成為一個純潔的悲心 悲至雙韻 不能分開喔 因為慈悲裡面有空性 空性裡面展現平等的大悲 為此 要讓所有眾生都達到 悲至雙韻的狀態 而成佛 那這個就是生命的意義 就像我們 我們希望老母 永遠健康 永遠快樂 一切主在 無工無苦 我們都希望如此 那 我們也希望眾生都會這樣 但是究竟離開通告是什麼 老母更快樂 哪一天也會老 老母更愛人 哪一天也會不敢 因為要離開爛 老母不知道要怎麼 所以 讓老母 老母都有辦法究竟脫離論迴 這就是我們 共同 禮 追求的 好 現在 我們很快的 來 太陽新軍 去日本哪裡 我現在講話就不記得 各位 你不要想說我才會講話 我是說說說說的後來 不知道要等當時 通舊 還有半年 你一直聽不到我講話 現場的 因為再來我要出國三個月 再來要閉關三個月 再來又要出國 可能一年 你聽不到我講話 可能一年 你聽不到我講話 因為很多人很會拜佛 用得乾淨乾淨乾淨 拜得很好 但是他讓人的感覺 內心裡面很煩惱 很孤單 很空 空極 沒有力量 錯了 我們所做的 這一些上共下世呢 是要讓你 產生一種 心靈的力量 這種心靈的力量 會讓別人感動 會讓別人不執著 會讓別人 震得空性 你明白嗎 花開見佛 勿無聲 就馬上 馬上 看到阿彌陀佛 什麼集團都沒了 知道嗎 各位 到一天你如果要往生 在疼 在疼 大家來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然後叫你專心 你總有一個念頭 好 念看看 看阿彌陀佛 請問那時候辛苦的辛苦嗎 都沒有 一切 煩惱 痛苦 輪迴 停滯 那時候很高興 就對阿彌陀佛坐在練會 這個是最重要 阿彌陀佛有這個力量 我們有沒有這個力量 有 只要你保持菩提心 在那種悲至雙韻的狀態 那你這個力量 就是普度眾生的方法 人也好 鬼也好 我們用這些東西 拜 念經 那是一個方便 最主要是 我們有那個菩提心的力量 去感動 超度別人 心態就給他化解了 所以有些人在哪裡要帶你 你用菩提心 哪裡有哪裡帶你 沒辦法 殺人魔王 央捷摩羅 看到佛 我下來了 放菩提心 帶不下去了 還要對佛出去 這個就是方法 所以超度魔鬼 超度眾生 超度皇帝 那 都沒關係 但是重點 你的 你保持那個悲心 狀態 所以各位 日常生活不要生氣 不要洗洗念 如果 你現在聽我說 有你有你有你 結果 你稍微這樣處理事情 上班 回去家裡 都開始起心動念 開始起煩惱 你就沒收音了 所以要注意 一天二十四休息 你只有一個小時的念念 二十三小時 洗手法 你的心 只有二十四分之一的力量而已 那如何你把洗手法 都要專做佛法 利用洗手法的事 來飲料 來保持 來戚改 利用洗手法的事 觀無雄 也因為無雄 對待必心 那你要把佛法 熱呼呼的 應用在日常生活 起心動念 生老病死 就叫做 懷著慈悲心 懷著菩提心 行住坐卧 生老病死 那掌握這個 所以 天氣這麼熱 吹燒風 我們也要保持這個心態 那對我幫助很大 我現在在講 我就是 這樣 有勒說的不勒 有吹說的不吹 就是希望各位 保持那個 友好的心 好不好 你不要用那個 甘心給我看 用那個分別心給我看 如果這樣 我都知道 問題是 我會覺得你很可憐 那也沒辦法 我只要念 黑馬尼北美鳳 希望佛樂加起立 所以各位 要記住 環境再怎麼順 再怎麼膩 都沒關係 我們保持正念 好 太陽新君聖經 我們來念一下 太陽新君聖經 太陽明明珠光佛 四大神舟正乾坤 太陽日出滿天紅 小夜行來不住亭 行得快來催人老 行得池來不流亭 家家門前都走過 到惹諸人叫小民 惹得日神歸山去 惡死黎明苦眾生 天上無我無昭夜 地下無我少收成 各個神明有人敬 哪個敬我太陽心 太陽三月十九升 家家念佛點紅燈 有人傳我太陽經 有人傳我太陽經 何家老幼免災心 無人傳我太陽經 眼前就是地獄門 太陽明明珠光佛 傳與善男信女們 每日朝朝念七遍 永世不入地獄門 臨終知識深淨土 九旋七祖靜超身 太陽菩薩向東來 十從地獄九重開 十萬八千諸菩薩 諸尊菩薩兩邊排 腳踏無量地 風雲透地開 頭戴諸寶塔 娑婆大世界 一定諸佛法 口誦日光經 準則金光一卷經 一來報答天地德 二來報答父母恩 榮天八步生歡喜 家們親集保安您 真心常念太陽經 一切摘陽化為成 祝尊佛法 祝尊菩薩摩赫沙 摩赫波羅蜜 南摩佛南摩法 南摩生 南摩阿彌陀佛天羅神 地羅神 人離難難離身 一切摘陽化為成 一切摘陽化為成 有人念得欺變太陽經 生死不踏地獄門 大家背一下太陽明明珠光佛 日光天子將來也會成佛 所謂二十四護法初天 他們都已經發菩提心 那發菩提心在成佛的過程 什麼樣的工作你都做過 從閻羅王 監牢地神 樹神 河神海神 龍王神 虛空神 風神雨神 包括到犯天 你都要做過 事實上這些都是補助菩薩 尊比聖魂 你尊比聖魂 就像當事長 旁邊有副董的當事 副董的就準備要做當事 當事後來也準備要做副董的當事 你要有準備好事 隨時來輔助 輔助董事長 將來也能夠承擔董事長的位置 所以在菩薩的過程裡面 什麼種的工作 你都要做過 都要緩緩 你才能夠成佛 地水飛鴻神 包括地水飛鴻 對眾生的理由 你都要輔助 所以你要承擔過 所以太陽 你才去休息 永遠以大悲心 在照顧眾生 所以百千萬劫 那種力量 永遠不間斷 所以 而且賢傑成佛了 醒佛 賢傑最後一尊佛是 委託菩薩 委託菩薩成佛以後 還要輪到很多這些菩薩 慢慢的才成佛 還沒要醒佛進行 要不斷的奉獻 不斷的累積功德 所以 哇 我們感謝你頭的偉大 就跟我們感謝老母一樣 所以太陽為地球之母 對不對 地球世界沒有這個太陽 那地球世界就毀滅了 所以世間有無理好 叫我們有這種的 一念眾生 在參星了 報恩心 念一下 知恩 念恩 報恩 要知道 一切眾生世界對我們的恩 要念到眾生世界對我們的恩 跟老爸老母一樣 所以 我們冠心的報恩 叫知恩 念恩 報恩 那如何報恩呢 你也講 起慈心 看到剛剛 獻花共茶 跟老母親民手 讓老母歡喜 叫起慈心 不是只有對老母 所說的是 對世界眾生 第五 起悲心 悲心就是 對風的痛苦 我要完全 承擔負責 不要讓對風 一時三 痛苦 所以 你要起這個慈心 要讓眾生快樂 起悲心 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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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第六 起真上義樂 這個真上義樂 就是說 一種決定 我 我 決定 來讓所有力度 中心的世界 絕對 離庫之路 身為我的 質疑 如果你有這種神感 這次 第六 神菩提心 你才生出 歸心 你才生出 所以歸心 是這樣 生出來 各位 你要常常去觀衆 這個叫 七因果 七種 因果要義 所以 你要常常去想 所以你現在還沒辦法做 你就要看 看到高侠 想到高侠 對我們 對世界的溫 跟老母 所以 感謝高侠 對我們 和眾生的溫 我要怎麼補達高侠呢 所以我 要讓他快樂 我要救他離庫 所以不要讓他打到 所以 我 補充所有的世界的高侠 換掉了 才死去的 所以 我決心為他興奮 這樣 所以你不能說 我只要救魚 沒有救高侠 我只要救人 沒有救魚 這樣 都沒有 沒有究竟 要無緣 同體 要 沒有分別 所以 立陶 是一個非常好的模範 因為你每天都照得對 所以念一下 日初時 就是學佛時 記得這句話 立陶如果出來 我們就開始要代轉化論了 因為我們在睡 你睡的時候 沒辦法保持靜念 但是 立陶如果起來 我們就要開始修行佛法了 開始打招 他立陶對待眾生的 更代表地灰 鋪腳代表主臂 那我們要保持卑至雙運 那為了這樣 各位 就念太陽經 太陽經 咖啟爛 所以我們就把太陽菩薩這樣 保持在這種狀態 也分擔了太陽菩薩 普照世間的任務 希望世間的人 家家戶戶平安 合家老幼免災心 希望大家丟痕出盡修心 希望大家臨中生盡透 所以我想太陽菩薩要我們這樣念 能夠報答天地德 你既然對立陶安 對土地公 對山神 對太陽菩薩 都會一樣 所以你要 一來報答天地德 二來報答父母恩 對我們的臂部 延伸到對一切中心 所以要真心常念太陽經 所以 念一切經都一樣 念一切婚 都要能夠如此 這樣一切災陽化為成 這樣世間的災難就消毒了 所以希望祖父菩薩加齊 清念祖父菩薩的命好 所以我想 加拿大有火災 哪裡有地震 哪裡有地震 有這個戰爭 這就是因為風不調雨不順 人類造業 沒有按照真理報天地恩 報父母恩 報眾生恩 沒有在受傷 大家殺身吃肉造業喝酒 然後再來就會有分裂 戰爭 世間的災難 那這個世間 就亂了 我想 我們有機會 聽聞話 我們大家 瞭解了 瞭解這一切 你請我常常讚嘆 這個烏雕 在頭上只有一個 在頭上說 不然休息一下 就別人救一下 他不會這樣想 孤獨的 不退轉的 剖教這個世界 調和世間的 世紀平安 所以我想 神菩薩德的人 你也不能 我要找一個依賴 我要找一個朋友 我要找一個接觸 像世間 女孩子說 我要找一個愛人 這樣我就很快樂 跟愛的人 到上面 去八山 很開心 愛的 無敵的 就很困難 就沒辦法做事情 那這樣 這樣沒辦法 修行呢 無所依賴 耐了其孤獨 卻不斷地 利益眾生 那要學太陽的精神 神天下 南無太陽明明 諸光佛 一心感恩 太陽菩薩 太陽菩薩 日夜菩薩 利益眾生 打開生命電視台 就是打開您的心 打開您的心 就讓我們心中的佛陀 呈現出來 把愛 慈悲 平等 清淨的智慧 願各位常常打開生命電視台 打開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帳號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清來府位於泰國的最北端 與緬甸和遼國交界 因為它的特殊地理位置 成就了豐富多元的人文歷史背景 也孕育出兩位藝術家 分別創造了清來文明國際的黑廟與白廟 黑廟真正的名稱是黑屋國務館 於1984年興建 館主在一片綠林田野中的 近40棟幼木建築裡 收藏來自世界各地 數量多到五把想像 有關於死亡意象的物品 有動物皮 骨骸 牛角 雕塑 殺戮器械等 因此 黑廟常又被隱身 用於地獄的題材 紫北之旅團圓燃起鹽共香 願此地眾生得法位 託苦們 太北地區盛行禪修 此行參訪一處禪修中心 在一片豐美的草地上 除了佛像以及種種佛教圖騰 還有造型前衛 顏色鮮豔的機器人 都是平日禪修中心 用於為大眾講解佛法的題材 此時大眾目光紛紛被幾尊巨型 且生動活潑的沙咪所吸引 中心師傅便以此為大眾講解 修行的方法和心態 他說把耳朵圓起來 不是說什麼都不聽 就是說要聽那個有意義的 有意義的東西 眼睛閉起來不是叫你什麼都不看 要看可以看的 要看那個好的東西 第三位是把嘴蓋起來 意思就是圓多壁壁食 第四春的話就是說 把我們的心胸打開 接受一切 我們可以學習的 什麼都可以學習 只要是好的 要把心胸開闊 只要是好的 水岸邊仙草芳美 生態豐富 而祥和寧靜 草地的一邊 是一群受寺院保護的牛群 自屠刀下搶救回的牛群 在充滿愛心的環境中生活 神情動作也顯得溫和和親人 是一群受寧靜的 傳修院中光輝灿灿灿 每一個生命都被慈悲的光明所騙照 洋溢著自由伸展的喜悦 到了夜晚 寂靜的暮色籠罩大地 寧靜之旅團員們 跟隨海濤法師來到天然質樸 彷彿與大地共生息的 產修中心室內學員 在靜坐中 體驗萬物生息相通的 廣大圓融新世界 好 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不然我們的心呢 一直被影響 一直記著某一個快樂 或記著某一個痛苦 所以佛陀教我們叫 阿彌陀佛 就是要經常這樣 熟悉 不但熟悉 注意你腳的動作 注意你手的動作 所以你每一個動作都要 自己很清楚 那我想這個是必要的過程 以後各位有時間 在家裡也好 自己活到走路 放上去起來 每一個動作都很清楚 最後對你的內心也很清楚 熟悉熟悉 甚至他們念佛教 實念法 那這個要養成習慣 只是我們修大圈佛教的做之前 要先有一個前行 我們叫三書 甚至說我這樣做是為了 所有眾生離苦得樂 要生起一個悲心 然後再發起一個 所以我要成佛的菩提心 然後來祈求師父上師的加持的信心 然後你就開始打坐 錄定 然後從這個打坐清安錄定裡面 進一步你也可以思維心經啊 思維佛法 思維眾生苦 最後一樣 普接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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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讓自己習慣 什麼叫習慣呢 我們叫 靈舍生命不離即近處 就是說 就像各位 你來這個地方 一個下午 內心很平靜 但是各位 你不管以後你發生什麼事情 不能夠離開這種即近處 你不能又開始提心動 如何把這個 智慧啊 慘啊 用在你日常生活裡面 這個在大乘教發誓願了 叫 靈舍生命不離即近處 你不能被影響 所以我們在大乘有四個方法 是決定不能改變的 來 念下來 靈舍生命 不離菩提心 不離菩提心 因為我們的妒忌 是為了成活度重生 這一點要抓住 第二 靈舍生命 靈舍生命 不起憎愧心 不起憎愧心 不能生氣 我想各位今天來 看到這一位師父 從頭到尾他有沒有笑笑 各位的特點叫變臉 變來變去 那不行了 那出家人修行人 他的特點就是不會變臉 靈舍生命 不起憎愧心 第三 靈舍生命 靈舍生命 不離善之事 不離善之事 隨時要意念了師父的教導 法師的教導 這樣 死的都沒關係 但是那個要抓住 第四個就是靈舍生命 靈舍生命 不離即近處 不離即近處 我們做了很多好事啊 如何如何 內心裡面要保持這種禪的狀態 所以我想這次各位來 看到這麼安詳莊嚴 那九次你又快不快樂啊 快樂 至少比你快樂啊 但是至少啊 跟大自然合為一體的快樂 所以內心裡面 無論被火燒啦 發財啦 讓你做皇帝啦 做乞丐啊 你還是保持在這個 極靜處 極靜處就是安住在 磚心的空性裡面 那這樣才能夠真實的利益眾生 神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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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聖節